为了躲避解放军的远程火力打击 台军还亮出了另外两招 一个是把战机藏到台东的基地和洞库中 另外一个是让飞机转场到日本的冲绳 让大陆投鼠气气 黄老师 您认为这两个招数的可行性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两个招数应该说是性质完全不同 甚至可以讲是天壤之别的两个不同的所谓的套路 所以它的可行性我觉得也不可同日而语 先说第一个 它一直在这么干 而且不是现在这么干 准确的说二十多年前就这么干 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国防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当时看到台军的有些资料 它就已经准备这么干了 因为整个台湾岛 大家看看地形 它的西部是靠大陆 那么可以讲是整个平原地区是一览无遗 没有任何可以遮挡 它只能躲往东部去躲 因为大家知道台湾岛中部有一个中央山脉 纵贯南北的中央山脉 而这个中央山脉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好的天然的屏障 换言之 你很多直射火力 你是不可能绕过山 台湾特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当然台湾比较头疼的 我们的所谓个型弹道导弹 老实讲打台湾西部 就是西海岸所有的目标都没有问题 第一时间都可以摧毁 但是如果它把这些装备踩到台湾东部去 在那些山脉的山底中 我开造一些洞库 把它的装备踩进去 注意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那些洞库的大门可都是朝台湾东部的海岸开的 你想想看你用什么手段去打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二十多年都这么搞 你觉得这二十多年我们不会想办法吗 我们不会有一些针对的手段吗 如果说当年我们只能用这个弹道导弹 就像迫击炮一样 吊着去打 很难让它拐弯的话 那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巡航导弹 这个巡航导弹大家就知道 一个它是可以拐弯的 再一个它的航路是可以规划的 这就意味着 我可以通过航路的规划 绕过你的中央山脉 绕到你的背后去 然后我拐个弯来 再迎面攻击你洞库的大门 甚至我第一发弹 把你的洞库大门给你炸开 第二发弹 我就直接进去 把你的整个洞库给你炸个 击魂八素 这种能力完全是有的 而且这个巡航导弹 如果我们海军的作战舰艇 可以携带的话 这个舰艇带的巡航弹 它跟陆寄巡航弹可不一样 我走着哪打哪 我大洋之上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太平洋那么大 我完全可以开到你那个位置去打吗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你还有大后方吗 至于另外一个套路 我们要把话说得重一点了 这可兴致就改了 我们讲台湾岛内地盘 毕竟是你的地盘 你想放在哪 那是你的事 我怎么打 那是我的事 但是如果你想把飞机 放到台湾岛以外 别国的领土上去 我们不管这个别国是谁 大家想想看 这是一个什么兴致的问题 除非他想明白了 就是要跟你站在一起 甚至跟你搭把手 跟我一起干 除非存在这个前提 否则我想 没有任何人敢冒天下WA去干这种事情 这是引火烧身的事情 这是雷霆万军的事情 那我想对台湾岛内的军方 他们这些势力来讲 这仅仅就是一个梦而已 但是我们经常还讲一句话 做梦可以 做梦也要讲基本法 种产生的原因 吟 谢谢大家